Hello大家好,我是幽灵 由于最近的工作确实比较忙 所以导致更新不是很顺畅 然后今天我看了一下魔族 嘿嘿,扩展派系他又更新了 并且之前的bug也是顺利的解决了 最关键的是他又整出了新角色 那么今天咱们就来会一会风水师这个角色吧 风水师这个家伙有一个巨大的魔法防护罩 这一下就把我的挑战欲给点燃了 那么咱们就给他下点猛料吧 直接安排百倍攻击的选手不就得了 首先登场挑战的依旧是百倍头毛手 为了保证头毛手的安全 所以前排安排了一些木盾兵来当炮灰 现在咱们可以看到所有的长毛 全部都被挡在了防护罩的外围 第二轮攻击仍然是没有击穿防护罩 所以长毛手的挑战失败了 接着咱们来看看宙斯的闪电 能否击穿对面的防护罩呢 哇,依旧是无法击穿呢 这个防护罩的能力有点强大呀 闪电还是有几率可以打进来的 但是还是不能击杀人物本体呀 这是风水师的攻击效果 直接就把宙斯给囤掉了 宙斯被拉进去了 并且没有挂掉 风水师的这个技能根本就是送人头的呀 咱们继续来测试 这次咱们看到的是投石车 看看投石车的巨石能不能砸进去呢 依旧是无法击穿 看来物理攻击是没有办法了 那么只能用魔法来消灭魔法了 我就不信甘道夫的闪电他打不进去 甘道夫不愧是防护罩杀手啊 哎呦,这个家伙的血量也不多嘛 下面我再用铃铛小精灵来试一试 哦,蓝队获胜 铃铛砸下来的冲击效果 可以直接穿透防护罩来击杀人物本体 现在咱们进入终极测试 看看风水师能不能挡得住大天使的攻击呢 就连大天使的圣枪也是无法击穿防护罩的 哎呀,这小子胆够肥的 这是想把大天使抓到自己的防护罩里面吗 我去,还真的可以抓过来 大天使居然半天都没有搞死他 还险些被他拉入了深渊 这个家伙真是越来越有趣了 由于风水师技能的特殊性 只要他把敌人拉过来没有搞死掉 敌人就可以把他击杀掉 何况是大天使呢 最后咱们再来试一试风水师能不能加载百倍攻击呢 哇,这是啥呀 像个怪物一样 而且还非常的卡 这头猛马像瞬间就被秒掉了 好的,咱们本期的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我是幽灵 咱们下期再见 Anakin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